这是什么零件 大家好 很多老铁可能没见过 其实这个也叫做电感线圈 只不过它有双个线圈 就是两个线圈落在同一个铁岩体磁形上面 中间是同一个框架 那么这个叫做双槽滤波器 双槽滤波器实际上就是两个电感线圈 也就是我们教科书上的这种电感线圈 电感在电路当中是一种除能的元件 它一般用字母L来表示 像这些都是电感线圈 都是电感线圈 那么刚才我们看见的这种 就是双槽滤波电感线圈 这种线圈在开关电源板上经常会看见 那这就是一个双槽电感线圈 此线圈它有四条腿 那么我们通过判断它的通一段 一般就可以测试出它的电路当中的这个通路一段开状态 我们一般用万能表的封名档打了这个档 两个表征 折觉器测试 两个角 然后再测下面这两个角 它都必须相通 必须是相通的 如果不通的话 那正面开路 那么开路一般我们就看一看 一般就是它的线圈根部会煤断 会煤断 那么你就要把它焊接上去 它就通路了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线圈的通路状态 在电路当中我们也可以测试它的通一段 比如说这两个焊点必须相通 这两个焊点必须相通 把它看成是两个电感线圈 就这样 OK